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定义了一个二元关系 是吧 那么这个二元关系是怎么定义的来着 一是一个极足的子极 是吧 那个极足是啥来着 是不是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V的那些个二元子极 是吧 是它的极核 而这个呢 二元关系有什么特点啊 是对称的 传递的 主要是对称的是吧 当然了 我们的图里边的这个模型里边 都不考虑自反的是吧 都是反自反的 它就是对称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对称就会有好的性质 而前面我们也给过有项图的那个定义 在刚进入图论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有项图呢 D等于什么 VA 那么也是一个有穷集合的这个顶点集 V上面定义的二元关系 这个A 那个A怎么定义的来着 这一张是V与V的迪卡尔成基 是吧 但是这里边都要去掉那些什么 都要去掉这样的东西 是吧 都要去掉这样的东西 不对称 是吧 那么不对称 性力就不好 但是呢 这一个有项图 我们来看一下 它去掉了那个方向之后 它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个无项图啊 所以无项图的理论 对有项图都有指导作用 而这个有项图呢 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 我们用这个图是描述现实世界的事物 这些事物之间的那个联系 变成了模型的时候 大多都是有项 也就是说 你们下一期要上的这个数据结构 有算法这个课里边 将来要操纵的那些个 都是跟有项图为多 就注意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关于有项图的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这一章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成 对前边无项图 甚至于结合论当中的弱感概念的复习 我们就用复习的角度来学啊 先看有项图的定义 还有没有再给一遍了 这个有项图的定义 这个D不用了吧 那不用了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复习一下 说这个大D呢 等于VA 这一个二元组被称为有项图 其中这个V叫顶点极吧 大A叫有项边极 这一个有项呢 也就是X等于小U小V 属于大A的话 所谓的有项 这个小U就是这个边 以后这个有项的边 我们也可以叫做弧 就是它的起点 而其中这个小V呢 又叫做终点 是吧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小V跟X的这条弧是临接的 是吧 又叫相关联 是吧 不是 这个小U和这个小V是临接的 其中这个小U和X是关联的 是吧 X和这个小V也都是关联的 这些概念在无项图里 是不是也都有啊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 简单的复习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复习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图的表示 那么这些表示呢 在无项图当中 是不是也都介绍过啊 那么我们在这儿也是 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第一种呢 虽然现在表示的是 有项图 那也是用定义来表示 形式化的这个定义 只要你给出来了大V 给出来了大A 是不是这个图就确定了 这种表示方法比较啰嗦 顶点稍微一多 那个编子一多 你把那些虚对了都给出来 很啰嗦是吧 但是特别严谨 第二种方法呢 叫做图解法 那这个呢 我们看比较是直观 看 这是一条有项图 有项图 这再来一条有项图 这是不是就是有项图啊 你这么一画 这个都很清晰 第三种表示方法呢 在无项图里边 我们学的叫啥呀 临界矩阵是吧 那么你们现在对临界矩阵 熟不熟悉了 为什么熟悉了呢 说一下 我就想要你们在将来的课程学习当中 是不是因为编程序用到了 而编程序过程当中 你为了把现实世界那个具体的问题 表达到计算机里去 而且在上面还要设计程序 或者叫算法去操纵他们 你一定对他们在特别熟悉 不熟悉就容易打仗 出的结果就是可能有问题 而这是调识程序当中最闹心的事 是吧 所以你这个一定印象深刻 还有一种表示方法跟它类似的 叫什么来着 关联矩阵 当然你要说到临界表 那临界表呢 要到数据结构那个课里边 你们再去看 我们这个地方先简单的看这些 叫做关联矩阵 还记得关联矩阵是啥 对于临界矩阵来说 每一行每一列都对应了一个顶点吧 而对于关联矩阵来说 每一行对应了一个边 每一列对应了一个顶点 这就表示顶点和边是关联的 顶点和顶点之间 如果有边的话 那叫临界的 那么这些概念呢 我们都简单的复习一下 复习完了以后呢 咱简单的来考虑一个技术问题 那么假设呢 给定了这么一个 批个顶点 也就是说 给定了一个集合V V的个数我们知道了 是吧 是批个顶点 问这时候 用这批个顶点 最多可以构造出多少个无相图来 这个个数 就回复习这个定义啊 无相图那个定义是啥 就是那个花皮下标是2那个V 是吧 那个所有的二原子集 实际上这不就相当于就 P大V已经定了 就看那个E 可以有多少种构造方法 是吧 而那个E呢 那不就相当于多少 那就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P P个顶点构成的那个集合的所有二原子集 是吧 就是这个 然后它们的子集个数 那要是有相图呢 有相图的个数呢 那不就迪克尔乘机吗 但是呢 要把那个 自己跟自己的续对去掉 那不就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就这么多 那再问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具有Q特编的呢 有相图总共有多少 是不是就这么多 这么些个编 编当中再取出来 Q条编 是吧 就是这些 这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跟无相图类似的 还有这个 这个原来在无相图里边 是不是不符合定义啊 放到有相图里呢 是没问题的 是吧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图 这个在无相图里边 符不符合定义呢 那么这种弧 就叫多重弧 这个呢 叫带环顶点 是吧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不符合我们 有相图的定义的 但是在有一些讨论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 把这种图呢 我们叫做 有相图当中的尾图 那么在无相图里边 我们也定义过尾图这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一个具有四个顶点的 无相图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无相图呢 我现在呢 把它改造一下 怎么改造呢 让它每一条边 具有方向 这是不是就变成个有相图了 这个有相图 跟刚才的那个无相图 关系比较紧密 是吧 你看样子几乎是 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不考虑那个边的方向的话 这是刚才那个图的 叫做定向图 这个有相图 就是刚才那个无相图的定向图 那么我现在想问你们 把这样是这个无相图 做这种定向 你们平时遇到的 现实生活的问题当中 什么时候会 跟这个相似呢 那就是 有这么一个无相图 要给它定这么一个方向 哪个问题跟它有关系 走路 还有没有说一个 更稍微专业点的 一会儿等我们将 有相图的应用的时候 再来看 是不是就是单行道 那个路一下子 建完了以后 没有什么指示 是吧 那就是一个无相图 设定上这个车的运行方向 这不就单行道吗 但是我们国家的 大部分道路都是双向通车 一条路是吧 但是有一些国家 它那个道路交通 反正我在英国的时候 看到的是 那个双向的车道 比较少 那个单向道就多一些 但是单向道 是不是在保证啥呀 在以后约束吧 不能都单向以后 从这儿 咱要到一去 去不了了 这不行是吧